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的妻子不满足 为什么会不满足呢 因为他有野性在里面 他不满足于正统的分离关系 你求我吧 我就把那温柔的满足的爱情再一次重新点燃在你夫妻之中 你求我 我们争 我们斗 我们躲 我们用各样的办法去抢 你不能当做 因为你不求 你说我求啊 你求也得不做 因为你乱求 为什么乱求呢 因为你求的时候不以上帝的主权 跟祂的旨意当作你追求的严谨原则 The strict princi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your prayer in your religious life 在你宗教生活中间 祈求是一环很重要的宗教的行为 而这一环宗教行为的内容 要以上帝的主权 上帝永恒的旨意 跟上帝的应许作为你求求的原则 否则的话 你求也是得不做 为什么得不做 因为你求是为了达到你的燕落的需要 你肉体的满足 你情意的发泄 上帝摇摇头 你回头来 修我的儿子教导你的祷告 我们来念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这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尽能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灾害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害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求也得不做 因为你是网求 你求是为什么 为了你自己的私益 为了你的贪爱 为了你自己野心的满足 所以你求得不做 要放在你燕落中间 所以今天求助帮助我们 从上一世 我们两次讲解 什么叫做数天的智慧以后 要温良 柔顺 和平 有公义的国子 能懂得怎么样 造作上帝的旨意 把我们心中所愿望的 顺服祂 造作祂指示 教导我们的原则 过一个祷告的生活 连上帝赐福我们 低头祷告 主啊 感谢你 每一堂你给我们许多宝贝的功课 你每一节圣经隐藏了丰盛的奥秘 你的责备是出于你的慈爱 你的光照是出于你的启示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你提醒我们 你鞭策我们 你带领我们 你改变我们 你转化我们 使我们从异美进入智慧 使我们从知识进入顺从你的旨意 使我们从地上的得作 进入你永恒真理的大道 主啊 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